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歡迎收看顧其晚點名 那今天整個大盤 好像出乎大家的意料往上走 可是事實上我們昨天跟前天 就講得很明確了 我講過機會來了 我就會帶會員賺錢 你不要去等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月的體驗價 很划算 而且不常有的優惠 你可能這兩三天 你就把會費賺回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台子期的部分 我們三天賺148點 來回三趟 而且這三天我也只有買賣三趟 我跟別的老師不一樣 我不會買賣五趟買賣十趟 只拿賺得出來講 我說這是一個人的人格問題 我這三天買賣指令它就是三趟 這三趟都賺錢 準確度百分之一百 我講話我負責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操作上 我記得上禮拜我跟大家談到過 我們當初對不對 一趟兩趟賺45點 那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尾盤10210買進 今天10.08分 10312賣出賺103點 星期五145點 星期五145點 所以三天148點 你買一口賺2萬9600 買10口賺29萬 一個月的體驗價 是不是回來了 是不是回來了 每一天只有10名 每一天只有10名 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今天很多人覺得 怎麼會這樣 沒錢沒錢 怎麼會大錢 我想很多看空的老師 很習慣去拆頭摸底 結果 萬點的頭部一抓到被割空 這裡的底部又去換空 又再嘎一次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一個操作觀念 一天就把會會撞回來 我想今天量價起漲 做空的 你應該怎麼辦 就停損嘛 你沒有理由 再去說量 說沒有量對不對 就跟這裡一樣 這裡也一大堆人換空 如果你前幾天 你沒有設停損 後面這一段怎麼辦 後面那一段怎麼辦 今天星期二 星期四 鴻海除席 而且台積電跟大力光 法說會 那今天這個長紅 你會不會緊張 怎麼會被軋空 如果你今天鎖定我節目呢 我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簡單的回顧 我只講三點 第一點 這是上禮拜五 我跟大家談到八大航庫 我說八大航庫在做什麼 它就類似 這個老保基金他們進出的航庫 急跌的時候 它會去買 買很多 往上漲 它會調節 它就是要讓大盤穩定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上禮拜五 押回來的時候 在這裡八大航庫是買很多 我那時候跟大家舉例 之前這個地方押回八大航庫也買很多 結果往上漲了 往上漲 八大航庫就調節 所以你的勞保基金 勞退基金 每一年都賺錢怎麼賺的 就是靠他們低進高出 這個指標 你有沒有去注意到 還是整天都在拆投摸底 我說拆投摸底 是投顧業的強項 很厲害 還沒出現 就開始大聲的喊空對不對 或者不敢買賣 我們這三天29萬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每一個人都會講法人籌碼 可是到底有幾個人 他清楚法人的籌碼 你昨天喊偏空 今天外資買111億 很顯然呢 法人籌碼你看錯了 你看錯了 我常常說 你會真正瞭解法人的操作 你會真正瞭解法人的操作 你是不是曾經法人的操盤能 你看得懂他的 還是你是拆投摸底 萬點的時候 多少人在拆投 被擴空 這個地方多少人 又是說頭部對不對 跟這裡一樣嘛 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 這上禮拜喔 我們拿今天的給大家看 這兩天買更多 這是到上禮拜五對不對 這兩天買更多 那你說他會不會大漲 這個叫法人籌碼嘛 當八大航空買進 外資又進場的時候 那今天大漲100多點 離手當然的 怎麼會被擴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這一天一直跟大家談什麼 談台積電 他是未來擴空的主角 可是看空的人怎麼講 會成半導體往上走了 台積電都沒漲 所以應該要跌 議題的兩面總有一個是對的嘛 我們看一下會辦 在這裡 會成半導體指數呢 他跟台積電息息相關對不對 他已經連紅四天了 四天了 這是昨天 四天 台積電沒有漲 我不斷的提醒大家 四天 今天呢 他是不是大漲 他是不是大漲 大力光還沒有創新高 我也提醒大家 他會往上走 鴻海我昨天也跟大家談 星期四除席 那星期四呢 又有台積電跟大力光的法說會 明天又是周選擇前結算 所以今天大漲的話呢 往上走對不對 你說做空的 該怎麼做 就如同之前這裡做空的 該怎麼做 你自己去想 法人的籌碼 台積個股 你為什麼賺不到錢 因為很簡單嘛 因為台積電往上走 他炸死嘛 星期四法說會 星期四還有大力光的法說會 星期四還有 紅海的除息 4.5元 蘋果概念股 三巨頭 都在星期四 但是 我都覺得這是刻意的安排 因為怎樣 因為他就是炸死 他就是要加賞戶 加指數 加個股 大力光創新高 我記得再拉回到這裡 上禮拜我一直提醒你 他來到支撐點 現在量價齊陽了 這個大盤你要去注意 紅海星期四除席 他今天還能往上走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 你要看清楚法人的籌碼 不能老是去拆頭摸底 那個股呢 我們下一段會談 那台積期呢 我們上禮拜五 當中兩趟 賺了45點 禮拜一 昨天尾盤在這裡買進 全部成交 全部成交 今天早盤在這裡賣出 全部成交 103點 103點 加45點 14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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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 很簡單的動作 一口 2萬9千6 十口 29萬 一個月的體驗價 上禮拜來呢 會會全部賺回去了對不對 把握這個機會 機會不常在 就好像台紫期賺錢的機會 一來我就會帶你賺 但是你要先準備好 我們休息一下 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透過APP 貨電02 22781 0909 2781 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破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 27810909 02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託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永遠值得託付 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大半呢 開盤直接開高 尾盤又走高對不對 尾盤拉的也是平概股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今天蘋果概念起漲 紅海呢 星期四除息 你要注意這一天 今天拜祢 明亞仔呢 星期三 後天星期四 那明天週選擇前結算 大概會比較會震盪 那星期四呢 紅海出息 四塊半 台積電 大力光又同時法說會 所以換空的要緊張了喔 因為今天往上漲 量價齊陽 外資買111億 很顯然的呢 很多人誤解了外資 他認為 認為外資在這個地方 法人偏空對不對 那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什麼 我說強調這一個缺口 如同之前這個缺口一樣 一模一樣 拼命在這裡換空 加空對不對 這裡也是一樣 昨天我跟大家談到 除了談到八大韓庫的觀念以外呢 我也跟大家談到什麼 我也跟大家談到台積電 他是一個浮兵 另外我稱大盤 跟大家談什麼 我說月線他還是向上的 月線向上代表他還是多頭架構 他跌破月線呢 三天內他會上去 就跟這裡一樣 第一天跌破 第二天第三天 一個長紅上去了 對不對 跟這裡一樣 昨天在這個地方 我又再次提醒 如果你每天有看我節目 我很明確地跟大家談 做多 而且呢 你至少在今天 今天找盤 就算你看錯 你也應該做一個回補了嘛 因為今天開高 然後你再看一看八大韓庫在做什麼 你怎麼會被加空 或許呢 是別的老師帶你去空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談 別人的鞋子 不一定適合你的腳 但是我的操作觀念 我的操作理念 如果你聽得懂 你認同的話 那我的鞋子一定適合你的腳 把握一個月的體驗價 那我的操作體驗很簡單 我們講個股來講呢 我們從基本面選股 技術面找接入點 籌碼面定目標價 消息面呢 讓寡人做教 那目前的操作呢 其實有一些股票 你可以去發覺到有一些股票呢 它第一季上半年 它不只營收成長 它的獲利也大幅成長 那這一些基本面好的股票呢 你要趁機會 在技術面出現 買點的時候去進場 然後做教 那我的操作理念 股票上呢 我們就是這樣子 低檔買進 轉波段 低檔買進 轉波段 到萬點的時候呢 還是有一些個股呢 它是個股表現的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呢 你要選擇 向上的股票 你不要去選擇 向下的股票 甚至手中盤跌的股票呢 你要懂得換股 盤跌的股票呢 你不要去除息 那盤跌的股票 如果有反彈 你要站在賣方 向上的股票壓軌 你要站在買方 因為它底部 一步一步墊高 可能三個月之前呢 同樣股價一百塊的東西 三個月之後呢 一個變一百三 一個變七十 這財富差距又變成一半了 所以選股相當的重要 我記得在六月的時候呢 我跟大家談 六月在這裡還沒有跌啊 才第一根 漲太多呢 怕回檔 跌太多又怕做頭 現在是全部印證了 漲太多它是回檔啊 可是跌很多呢 它並沒有做 它又往上走了 我說重點是操作理念 你的選股績效 六月份 我帶領會員賺錢對不對 七月份我一樣做得到 那重點是你手中的持股 我希望你調整持股內容 認同我操作理念的 跟著我做低檔買進 撞波段 一個月的體驗價呢 相當難得 看一看這張圖 那哪一些股票是向上的 我簡單跟大家談 我前幾天跟大家談到 嘉哲對不對 它為什麼連續漲 它為什麼能連續漲 因為它第一季賺2.11元 去年的第一季只有0.87 這樣是不是獲利倍數 那你要去注意類似這種股票 我簡單的跟大家談一下 像嘉哲 這個就是方向向上的股票 這是方向向上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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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方向向上的股票 那方向向上的股票 不是叫你去追 而是它拉回的時候你要去買 那方向向下的股票呢 今天有可能跟著反彈上來 那反彈你要做賣方 你要這樣來操作 你才有機會 拉回找買點 這個反彈找賣點 那認同我操售理念的 低檔擺進撞波段 把握這個機會 一個月的體驗價 非常的難得 股票 期貨 都一樣 如果兩個都加入 我再給你折扣 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休息一下 還有商戶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透過APP 貨電02-22781-0909-2781-0909-2781-0909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討負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781-0909-022781-0909-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2781-0909-2781-0909 一紙舊世界 天然every day 歡迎回到現場 那今天整個大盤開高 很多人還不相信 結果到最後開高走高 我相信很多做空的投資人 可能都還沒有回補 可能都還沒有回補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量價齊陽 星期四 鴻海除夕 那最近來講明後天 你就要看整個量價結構 我們做一天 看一天 至少在這個底部的時候 你要瞭解八大航空的動態 你要瞭解技術面 月線向上三天後強攻對不對 歷史一代重演 上個月剛剛出現月均線 向上對不對 上個月剛剛出現八大航空買進 才一個月 如果你在這裡換空背課 在這裡又換空背課 怎麼會這麼衰 因為你不認真 因為你看不懂 或者因為你找錯老師 我們解盤實實在在的解盤 我們都講在前面 確確確實實獲利 我昨天還一直跟大家強調什麼 這大盤 這個缺口在這裡 你怎麼會在這裡放空 你放空在這裡 在這裡我都認同 在這個地方 我說這是一個操作觀念問題 那台子期 我們三天 賺了148點 上禮拜五我們當初 禮拜一 逢低買進 禮拜二進入黃高賣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上禮拜五 我說我當沖兩趟 這兩趟呢 45點 十口賺9萬 那這兩趟呢 我給大家看 這是第一個買進 第二個賣出 再買進 再賣出 這是上禮拜五 為什麼全部成交 因為買有跌破 賣有超過對不對 所以全部都成交 這45點 詐詐詐詐詐的 賺到 那昨天尾盤 10210 12.50買進 留倉 今天找盤 這邊賣出 馬上賺103點 我一樣拿證據 這昨天全部成交 對不對 這昨天全部成交 103點 這昨天全部成交 那這兩天 星期五到現在呢 今天103點對不對 那這兩天是不是 148點 當然我剛剛說呢 我拿證據 這六張對不對 當然這也不能算是證據啦 因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在這兩天 我來回5趟10趟 我只拿三趟賺的錢出來看 出來講的話呢 那也不算證據嘛 所以其實呢 這些也不算證據 我要講的是一個人的人格 我不欺騙 我確確實實解盤 確確實實獲利 我說這三天啊 我只有買賣三趟 期貨只有買賣三趟 百分之百命中 如果有多買賣一趟一次 我負法律責任 這樣就夠簡單了對不對 我要跟大家談的重點是 一個月的體驗價 相當的難得 相當的難得 機會來了 我就會帶你賺 三天148點 說簡單很簡單 說難也很難 為什麼簡單 你昨天尾盤買進 你今天輕輕鬆鬆的就做教 外資大買111億 他來抬教 你指數你就很輕鬆的 可以賺到100多點嘛 148點 1點200塊 29,600三天 死口就是29萬 機會來了我就帶你賺嘛 百分之百命中 確確實實獲利 這三天我只買賣三趟 每一趟都賺錢 不會多一次也不會少一次 會員都可以作證 我負法律責任 我只希望你注意到 機會來了 你怎麼賺錢 然後你要注意到 一個月的體驗價 不是常常有 我隨時會結束 一天只開放10名 這148點 這29萬 絕對足夠你互會會 把握這機會 打電話了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